我叫郭崇斌 我来自云南普洱 我在这边的话 主要是负责咖啡店的一些管理 就是我是在做值班经理 然后偶尔也会做咖啡师 也会做一些店面的培训什么的 我叫张芬明 是普洱班级的 我在那个据点 主要做的是烘焙方面的工作 我是侯燕 然后我来自云南昆明 在据点咖啡的主要工作 我是咖啡事务主管 设计到的工作主要有咖啡生豆的采购 烘焙豆的曲线设置和这个烘焙豆的质量控制 同时我也兼职做咖啡农户网络的协调人 就是协调普洱的咖啡农户进行质量控制和加工的工作 我的名字是Joel Smith 我来自美国 我来自于Torch 我有几个不同的职业 主要是我来自一楼 然后邮来自国家的研究 我觉得在Torch工作怎么说呢 就是让人感觉很刺激 这个刺激一方面来说 就是所有东西都非常的新 一直在接触新的知识 新的技术 然后在接触新的行业内的朋友们 然后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 所以这就要求我自己 就是不断地去推动我自己 去更快地赶上这些新的东西的脚步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有意思这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有意思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一个 其实让我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一个 就是比较倾向于完美的人 我希望我把每一样事情都做得很好 所以当我发现我落后了 或者是我发现我不够不够好的时候 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挑战是一个 就是比较积极的 是一个积极的挑战 它会推动我一直往前走 对我来说的话 激动或者兴奋的事情 应该是在每次我做完 一杯咖啡的时候 当我把它呈现给客人的时候 面对客人的那种欣喜 或者他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或者如果他称赞我 这个时候可能我会觉得很激动 或者我会很高兴这个时候 觉得自己应该做得还算可以 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 我感到很高兴认识的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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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希望我可以学习 How to be an awesome barista and pour good latte art every time And I hope I can learn how to do pour-overs well every time And that would be good. As someone that loves coffee, I want to do it well every time But more than that, I want to learn how to be a good experimenter And how to be a good learner And then how to be a good teacher Cause the things I'm learning, I don't want to just learn Just to say, hey look at me I know a bunch of stuff about coffee But I want to learn it so that I can then teach others And help train others to learn about coffee for some people coffee is just a drink, for some people it's a livelihood like there are people working hard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came to Yunnan to study coffee was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Yunnan working hard to grow coffee in the land where most people don't even know coffee can have any flavor so I'm excited about that I hop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offee origins and coffee farms and just the overall coffee industry from the farm 到药物,到准备,到准备,到杯子,到客户的喝 在拓持方面,无论是生豆,出加工,烘焙,或者是咖啡品鉴方面,我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人生最受益的部分是在于我在拓持学会了就是怎么去爱别人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口号,听起来很浮夸 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跟农户的沟通,跟农户的合作 然后和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就产业店里面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 我觉得Torch告诉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真正的关心这些人 让他们感受到你是真的关心他们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从来以前没有意识到的 我看过很多公司,他们在他们的宣传域里面都说 我们关注产地,我们要给予,给予生产者福利,带来好的生活给他们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实践了这些价值 但是我觉得在Torch我们虽然做得不够完美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地向这个方向去做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好事 而且对于我自己的成长来说 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受益 谢谢大家